頭髮越染越白虛, 真的是, 真的不是 看看買哪種, 有時都會傷害頭髮 藥水可能會傷到頭皮 不僅她們, 連染髮多年的Yvonne 也有同感 我40歲左右開始, 很多白頭髮 我經常要染 染完之後沒多久, 她很快就出白頭髮 越染就越密 染得密, 頭皮就很癢, 很敏感 我打算停一會不染 怎料不染之後, 白頭髮越來越多 因為傳統的染髮劑 很多都是含有個氧化氫的雙氧水 她會先將頭髮漂白, 然後再上色 再染上黑, 有機會令頭髮越染越白 染髮的次數也會越來越密 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因為年紀大了 白頭髮越來越多 其實這是跟化學染髮劑很大的關係 Yvonne嘗試改用成分天然的染髮劑 但又遇到另一個問題 我也試過用天然染, 但卻不太上色 其實現在隨著科技的進步 已經出現了一些改良了的天然染配方 可以做得到滿意的上色效果 染髮劑主要是針對頭髮的表面上色 不會穿透頭髮的角質層 也不會滲透到髮心 所以不會傷到頭髮 也不會傷到頭皮 Yvonne嘗試這類配方的天然染髮劑 跟以前染髮經驗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這個比較容易上色 而且染出來的顏色不會那麼死黑 而且嘴唇有一個柔的設計 容易塗 尤其是一些難染的地方都比較容易入手 然後我會用染色洗髮腦 染一天洗三天 染出來的顏色 比起以前的比較持久和顯色 像我之前用的化學染髮劑 還不傷頭皮 染一天洗三天會不會有點麻煩? 不會, 平時也會洗頭 裡面有海藻精華的成分 感覺上滋潤一點, 有光澤 不再覺得頭皮有癢的感覺